Hello 你好 欢迎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Mira 你的心灵美学DJ 给你当下最完美的灵感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玩味正念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在生活中玩出美的疗愈 活出美丽心情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我要聊的是事业心 首先我先问问大家 你印象中的事业心是什么 大概会想到工作 责任感 能力 就是普遍常常被用来衡量评价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水平 但我也感觉常常听到 有家庭拿这个点来吵架 最常听到的就是抱怨太爱工作 没有时间陪家人 然后大家就在纠结说道理 互相讨论 到底有事业心的伴侣好不好之类的 说事业心太强 老是在工作 没有任何心思在家庭上 另一半就觉得没有被关爱 一个人就在家里单打赌斗 就算周围满满的人 一样心里的孤寂感 但伴侣可能也是为了养家糊口 没时间陪家人也是真的 所以就陷入一种纠结矛盾 但说真的 真的遇到一个懒散的伴侣 闲着没事赖在家 家务什么的都不做 也没有自觉要工作养家 我看也没有多少人受得了吧 其实我想可能要先思考 这要看你所说的事业是指什么 字典上的定义是说 事业是指人所从事的 具有一定目标 规模和系统 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 那事业和工作是不一样的 事业让你心甘情愿去投入 能获得满足感和乐趣 而工作是为别人干活 事业是为自己干活 当你服务的公司的愿景 和你个人理想重合时 称为事业 那公司的愿景 和个人理想无关或排斥 就称为工作 所以我觉得 被抱怨的应该是工作狂 而不是事业心 因为有的人是把婚姻和家庭 当作是事业在经营啊 他可能也不自觉 其实打从心里觉得家庭就是一个公司 自己身为营运管理者的领导 分配大家的角色 也希望这个公司运作的开心和谐 会有冲突都是因为 另一半或部分家庭成员 只是把家庭的责任义务当成工作 而不是带有理念的事业 所以他们回到家 就好像只是去另一个让心情悠暗的职场而已 感觉毫无生机与乐趣 但这并不是任何人的错 从职场的逻辑性来看 也就是理念上的冲突 要一直进行整合 从谈恋爱到婚姻 其实就像是去求职面试 然后一路到试用期结束 会看到更多的真实层面 有小孩了之后 就像公司产生了新的路线或产品 内部生态也会重新调整一样 而在调整的过程中 有的员工受不了变动的影响 就会争执或者离职 所以想要家庭和谐 其实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如何让家庭成员 把家庭自然而然 也当成一个事业去用心参与 或者在家庭关系深化之前 不是要去比较外在物质条件 而是要去探究 对方的理念是不是跟你一致 只要理念一致 很多问题还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当理念不一致 它是从根开始烂掉的呢 会变成多头马车互相消耗 最后把你五马分尸都说不一定了 但我想这除了感情婚姻 人既有情之外 在工作合伙上 应该也是一样的概念吧 最重要我觉得人与人 要互相尊重彼此的选择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选择透过职业环境 或者家庭环境 去呈现他的理念 这都是没有错的 错的只有理念不合而已 所以不用去互相比较 也不用去过度分析批判 只要专注在自己 找出自己内心的方向 最重要 那现在为大家点播一段 来自加伯利伯恩斯坦的心灵练习 分享给你创造奇迹的心灵小对话 今天的心灵对话主题是 饶过自己 别再比较了 比较是个令人讨厌的坏习惯 每当我们跟他人较量时 便会产生仇恃 怨恨 忌妒 和竞争心灵 许多痛苦和不平 就是由此开始的 潜藏在比较想法之下的 是根植于我们心中 不满足与缺乏自信的感觉 当我们产生想要比人强 或不满意自己的想法时 会将之投射在别人身上 那么我们不是因为自卑 而变得爱面子 高傲自打 就是完全相反的陷入 自怨自意的境地 举例来说 假设你已经单身好一阵子 就会免不了常将自己 跟那些有固定伴侣关系的人 做比较 这种竞争的心态 会让你陷入慌乱中 更强化你自觉有所欠缺 且认为别人都比自己优秀的想法 又如果你常与那些 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或社会名流相比 更会觉得自己似乎样样都不如人 了解比较 这件事会产生恶性循环 将是你改变与转化的第一步 当你自觉又不由自主地想与人较劲时 先暂停这种想法 并对自己说 我在这件事上看到的光 其实是我内心阴影的投射 就算你觉得这种想法太过新时代了 但还是试试看吧 我就常这样做 而且很有效 对于别人拥有自己所欠缺的物品或特质 你也可以羡慕 敬佩 赞叹 或进一步起而效尤 但心生嫉妒或自卑则大可不必 一个人的自信 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 当我们放弃从外界获得能量或评价 把自己从比较的循环中解放出来时 才能活出真正的自己 这是今天的心灵练习分享 帮助打开你的内在力量 转化生命能量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的生活充满奇迹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欢迎回到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Mira 今天聊的是为什么要有事业心 也说到了工作与事业的区别 我个人认为 事业是会带来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一个目标 不是只为了赚更多钱而牺牲自己过劳工作 或用不正当手段忙着诈骗他人 获取个人私利 更重要的是一种理念 而事业心是一种对于那个目标 有热情积极度与方向感的心理状态 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执着追求的情感 坚定不移的信念 不管做什么事 有了事业心 才会产生进取心和自信心 带着谦卑的心不断学习 也能持续抱持热情和创造性 主动采取行动 保持前进 虽然说 有事业心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取得事业的成功 但没有事业心的人 则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成就 因为就算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 内心也会活得浑浑噩噩 很匮乏 进而用周围资源做歪事 破坏社会风气 事实上 每一个成功善良的人 都有一颗很强的事业心 因为他会很敬业 尊敬自己的事业 洁生自爱 而刚刚说要互相尊重嘛 就像是 譬如说 朋友的工作或婚姻出问题 不是他们蠢或是笨 其实不用去指责说教 或教他怎么做 最主要是因为 他的理念跟你不一样 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帮助他 找出他内心真正的这个选择的理念 到底是什么 一定有一个理念 让他们执着这个选择 而他们要的其实并不是那个职位 或者是对象 只是人们会以为 需要那些外在的人事物 来让理念圆满 真正的理念其实是在我们内心 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完整 可能搞不清楚方向感 或者是信念不够坚定 怕他人眼光 因此不敢展现真心的热情 所以我们只需要给予勇气与支持 提醒他们那个闪亮的事业心 帮助他们自己伸出内在力量 就能做出更好的沟通 选择与决定 而有的人的事业 是指他内心深处的人生使命 他很清楚自己来到这个星球 这一世要完成的任务 造就更多众人的福祉 而他现阶段的工作 只是赖以为生而已 他们通常都会有个执念 就是会很想要透过一个方式帮助人 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 而他们的特殊才华 也是为了那个理念而生的 生活看似不着编剧 却又乱中有序 其实都是有所安排 要经历所有体验 整合所有技能和人脉资源 以及从错误中学习教训 待时机成熟 那个蓝图就会成型了 而他们也只有在运作 那个事业的时候 才会真心感到满足愉快 举个例子来说 市场上很多座房屋仲介 保险或律师的行业 你会发现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特色 这些职称只是工作 但是他们传达给人的感觉 是来自于不同的理念 有的是帮助你荣耀成就 有的是带给你安全保障 有的是营造幸福温暖 而这些强调的体验 才是他们真正的事业 而你会发现 他们或许又会同时开辟其他副业 所有的主业或副业 但又都只是同一个理念事业 其实我应该也是在描述我自己啦 大家会发现我在很多领域都有涉猎 但也是生活一直有机会出现 推动着我去尝试新的东西 认识新的朋友 同时也是我很爱凑热闹 带大家一起玩啦 因为我的理念就是 我希望可以透过创作 或者任何艺术表演形式 除了传递疗愈的力量 同时去激励人们 从内在产生力量 让大家都能自在 舒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生活中前景 得到心灵上的自由 我也相信会一直有好玩的机会出现 让我发挥我擅长的事情 和我有一样理念的人们也会找到我 加入我 一起带给更多人疗愈的力量 不管我们说是事业啊 还是理念啊 人们终其一生的拼命说穿了 就是在追寻 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价值感 舒服要去在意他人眼光 但是又要有事业心 去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 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了 其实并没有矛盾哦 我们心理的理念 是来自灵魂的纯粹的光 这个理念的目的 就是要来服务与贡献 阿德勒心理学 在《被讨厌的勇气》一本书中 最后就有提到 我们喜欢帮助他人 其实就是想要获得一种贡献感 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原始动能 也算是在这个世界得以立足的安全感 同时展现自己的价值 在人际交流中有归属感 只是人们常常有期待心 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就伤心了 其实只要反复去提醒自己的理念 我们骨子里就是喜欢贡献 那么量力而为去付出就好啦 只要用自己觉得舒服自在的方式去贡献 记得检视一下 有没有造成他人困扰 这样就超棒了 千万不要先想着为了谁好 而忍着做那痛苦的事情 这样贡献就变成了牺牲 对方根本无感 还会反过来跟你说 我又没有要你牺牲 你还会瞬间余色呢 因为这句话其实也没错啊 是自己预想脑补对方 会感谢自己的牺牲嘛 如果让头脑过度分析 如何讨好他人 用牺牲的角度 那么就很容易变成 嘿 我都牺牲了 你怎么没有感谢我 最后心理不平衡 开始比较谁牺牲的多 互相埋怨 这是互相扣分 互相剥削呢 因此最好的状态 其实是请尊崇内心 所有人都用舒服的方式贡献 互相赞赏对方 互相欣赏 大家一直加分 大家越来越互相喜欢 你也会越来越喜欢自己 而有了追求提升价值的意图 就算看起来吃力不讨好的事 你也会想办法 让他最后变成一种收获 而有了这个愿力 意志力就会带着你撑下去 并且吸引相同想法的人 前来帮忙 并肩同行 而我们要时常活在当下 让正念帮助你 倾听内心的声音 才能觉察头脑的杂音 为大家点播一段来自马修索克洛夫的正念练习 让心情更清明地面对忙碌生活 今天的正念练习是 保持头脑清醒 练习时间大概是 十分钟 在禅修冥想过程中 我们的头脑可能会慢慢变得昏沉 或是想睡觉 这个简短的练习 可以提供你一些方法 让你的头脑在冥想过程中 尽量保持清醒 这些方法都可以跟其他练习结合应用 让你的冥想保持在一定的清明度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闭上眼睛 帮自己找到一个舒服的冥想姿势 首先 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呼吸上 感觉每一次吸气和吐气时 你身体的起伏变化 第二步 要让头脑保持清醒 首先要从呼吸开始 吸气时 观想你把能量和觉知意识都吸进来 你的身体往上挺直 脊椎拉直 胸腔打开 吐气时 观想你把睡意和分心都释放出去 第三步 这样做一两分钟 然后张开眼睛 让光线进入眼睛 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清醒和清明 然后继续做上面的呼吸练习 同时注意你的视线 是不是有被什么东西吸引 第四步 这样持续做几分钟之后 站起身来 眼睛张开的状态下 以双脚站立 让自己保持在更加紧觉的状态 站着的时候 一定会比坐着不容易睡着 第五步 完成这个练习之后 稍微晃动一下你的身体 这样能量能够开始流动 一边动作 一边感觉你身上肌肉的温度 然后回到日常正在进行的工作 这是今天的正念练习分享 帮助你活在当下每一刻 为情绪按下暂停键 减轻压力 找回平静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好的 有机会练习正念是很棒的 那我帮大家点了一首歌 祝福你 随时唤醒内在满满的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长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如果我的坚强 如果我的坚强任性 会不小心伤害了你 你能不能温柔提醒 我虽然心太急 更害怕错过你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欢迎回到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 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a 今天聊的是 为什么要有事业心 事业心真的很重要 它是你人生旅程的螺盘 带给你方向感 常常听到许多人 因为步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放弃了原本的工作 人脉 资源 朋友等等 人生迷失了 那是因为人与人的连结 以及和自己的连结都消失了 许多人照着社会道德规范 所期许的框架去走 理所当然觉得 要这样牺牲自己 放弃自我 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一开始享受掌声跟恭贺 真的觉得我一定做对了 但当你开始发现 这个新环境 让你与原本你归属的社会 和人际模式消失连结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你迷失在那个洪流里 忘了自己原本是谁 有或者是觉得顺理成章 应该是要顺着另一个人 或者团体的人生蓝图去走 自己当个暗暗分分的角色 就会平稳幸福下去 幸运的话 刚好对方和你有一样的理念 你就会很省力 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中 并肩同行前进 最糟糕的是 你跟随的那个人或团体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方向 最该死的是 他又装着自己很清楚 而你是原本清楚自己方向 但现在处于依附之下的状态 就变成了是一个牺牲了 你放弃自己的理念 但其实自己内心深处的需求 一直在呐喊冲突压抑 这个时候 彼此就会觉得对方 根本是来给生活干扰捣乱的 其实这都不是双方的错 是当初在那个阶段 当下的选择 理念表面上看似相合 但当双方合体后 重新整合 环境生态就会产生变化 就是要考验理念核心真实样貌的时候了 可能是那理念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也有可能当下环境条件 无法去有效支持这个理念 所以互相感觉被困住了 但不管你此刻处在哪一个阶段 都要相信一切的发生 是有学习的安排 就算要做出新转变 也永远不会太晚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作者 J.K.罗林 但你知道吗 他曾经遭受性侵犯 家暴和离婚等等 他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的家庭 从小喜欢写作和讲故事 那时他梦想将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长大后 他怀着梦想前往葡萄牙发展 和当地的一名记者相爱结婚 无奈的是 最后已离婚收场 他带着三个月大的女儿 回到了英国爱丁堡 栖身在一间寒冷无比的小公寓里 找不到工作 靠着事业救济金 养活自己和女儿 每当想起年幼时 那些缤纷灿烂的梦想 都会难过的爆哭 24岁那年 他从曼彻斯特到伦敦旅游 当火车在一个小车站停下时 他看见外面有一个瘦弱 戴着眼镜的黑发小巫师 透过车窗一直对着他微笑 那个可爱调皮的模样 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心 于是 他决定以这个小巫师 创作一部奇幻作品 哈利波特 因为经济拮据 为节省家里暖气电费 他都到咖啡店写作 没钱买纸张 就写在捡来的小纸片上 小说完成后 他寄给了几家出版社 但没有人愿意接受 后来 一家瀕临倒闭的小出版社 决定死马当活马医 冒险出版了这部小说 之后 美国一个不著流的小制片 也觉得这部小说的故事不错 便把它翻上了大阴影 谁都没想到 在很短的时间内 七部哈利波特 长期占据了世界畅销书榜首的位置 已经被翻译成63种语言 在全世界的发行量已经超过4亿 创造了出版史上的神话 让那家小出版社起死回生 电影风靡全球 那原本不入流的制片人 也因此极深一流的制片人行列 这个故事真的很励志 自己人生志愿理念的方向 无论如何都要持续用心去锁定 但也是因为跌倒过 受过伤 才会有更深刻的体悟吧 所以这都是一个注定好的学习 才会下定决心 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做一个领导者 会成就的不只是自己 和你有同样理念的人也会受惠 就算是要当女王 你也是自己理念事业的女王 而我们的人生理念使命 就是那个王国 但是光有理念没有用啊 要去执行 而那个事业心 会推动你去把自己的城堡盖起来 很多人会想说 就靠着别人 等着让别人盖城堡 自己悠闲接受服事 也不是说蹭他人有点投机 或者奴役他人太过傲慢 其实这通常是不太行得通的 因为别人盖的城堡 你不一定喜欢啊 弄了一个王座 你也不一定做得舒服啊 最重要 要叫人家盖你想要的 还要争执争取一番 因为你还不是女王啊 所以自己的城堡自己盖 当你盖好了自己的城堡 你就展示了理念方向 当你打造好了自己的王座 你就定位了你与他人交流机会的方式 就算城堡和王座还不够好看 你随时可以调动兵马 引导大家怎么帮你把城堡搬修得更好 有了这样的基地平台 才能容纳百川 广纳更多与你相同理念的人 愿意追随你的方向 甘愿待在这个王国的将城百姓们 生活或工作有了归属感与目标 就会去把王国守护好 就算邻国有国王要来进贡 或讨论联盟机会 这样双方就是平等的了 当你能独立自主 人生有主控权 充满弹性的选项 就有能利用自己知道最好的方式 照顾更多人 所以打造自己的理念城堡 算是毕生的目标之一 因为它适用于工作 家庭 以及任何人际关系 要知道 真正的爱不是要霸着或黏着 不管是亲人朋友或伴侣 而是要让大家在你生活中 处在一个清楚知道目标动力 用舒服的贡献方式 可以感受到自己价值的位置 而只有当我们在对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才有能力 把大家放在对的位置上 进行最美好的交流方式 充满坚实的信任与安心 所以当你有事业心 是一个非常充满慈爱的愿力 因为你在为你爱的人们 好好规划美好的生活 当然 有事业心也是会犯错的 我们常常会陷入过多的自责 讨厌自己 嫌弃自己 面对他人的伤害怨恨 要纠结为什么要原谅对方 其实只需要做到放下怨恨就好 当你已经不在乎的时候 就不会去想要不要原谅 我们真正要做的 其实只有原谅自己 原谅自己犯的愚蠢错误 从失败经验去学习更多智慧 保持头脑清醒 下次做得更好就行了 而热情是事业心的发动机哦 只要有热情在 我们都不会被失败打倒的 还可以化悲愤为动力 创造更多跌破眼镜的奇迹 所以要去摸索自己的理念 很大的指南可以征测看看 你有没有感受到热情哦 就算一时没找到 我想事业心也可以培养 就像是用积分奖励机制一样吧 在职场跟员工约定 在家里跟小孩约定 还要记得跟自己约定哦 然后稳定练习 看到进步 从贡献中收获丰盛 进而成为好习惯 让进取心自然被激发 而透过艺术创作也是一个好方法 找回对生命的热情 从内在获得力量 为大家点播一段 来自丽雅古兹曼的艺术治疗练习 允许自己让心灵诗情画意一下 今天的艺术治疗练习是 获得力量 这个练习的目标是 增进建设性的应对技能 准备时间大概是五分钟 活动时间预估是四十五分钟 好的 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素描铅笔 一张四开的高磅数图画纸 压克力颜料 画笔 一杯水 彩色铅笔 内在力量和信心能帮助你面对挑战 个人力量在于适应人生境遇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以及表达需求和渴望 祝你能有效管理情绪 就会感到充满力量 有了力量 就能选择如何回应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当你使用应对工具管理情绪时 必然会看见生活的转变 只要了解并拥抱自己的力量 就能达成这个目标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花至少五分钟 想出一个代表你个人力量的象征 可以是作为保护或体现当前力量的象征 第二步 想象好之后 用铅笔在纸上将它速写出来 第三步 以颜料或彩色铅笔上色 在练习创作的过程中 可以试着在心中想一想 你在生活的哪个层面缺乏力量 深入挖掘并检视自己的一天 你在一天当中 何时会放弃力量 对某些人而言 带着护身笔或水晶等物品有帮助 因为它能代表力量 也能带来力量 什么物品对你来说 有这种效用呢 这是今天的艺术治疗分享 让我们把压力 焦虑 惶恐 不安 转交给艺术 卸下伤痛 抚慰身心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创作力让你的生活更美丽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好 希望今天的创作疗愈小练习对大家有用 与自己好好对话并充电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 请跟着我的声音 让精神放空漫游 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 我要分享来自宇宙源头高我意识的智慧讯息 你可以闭上眼睛聆听 或者在生活中当作背景音播放 让祝福进入你的潜意识 重新调整能量 现在 想象你正走在夜晚的湖边 看着波光灵灵的湖面 听着清脆的虫铃声 你感到非常自在与平静 深呼吸 想象将这纯净美好的能量吸入身体 呼气的时候 将你体内沉重的压力释放出来 让它随着微风飘散 你在微风中 闻到了薰衣草的香味 好清新温暖 让你感觉好放松 你决定坐下来 抬头看着满是星星的夜空 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 就像钻石般 相间在这深紫蓝色的夜空中 向你传送疗愈的光芒 现在 你在星空之下 接受祝福 选择自己的现实 传导者 若何 孩子 你们要逐渐拿回自己的权利 为自己付权 你们从来都不是卑微的 无能的 注定被掌控的存在 你们是光辉的 勇敢的 充满智慧的伟大灵魂 今天告诉你们 你们要选择自己的现实 是的 你的现实是由你自己创造的 而不是由所谓的权威 高层 社会精英去创造 你们每个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来到这个三维虚拟场景中挑战和学习 你们要更多的选择 更加充满觉知 要跟随自己内在的感受和指引 你们的感受 也是你们的导航系统 这是比逻辑的判断更直接 更有效的进行选择的方式 但是 很多人并不相信自己的直觉 也无法及时识别出自己的感受 在这个被逻辑和理性的价值标准 掌控着的世界上 直觉和感受往往被贴上了不符合逻辑的标签 因此 就很难看到其本身的价值 直觉和感受是来自灵魂的声音 当然也是来自神的声音 当你跟随自己的直觉 用自己的感受来判断 就是和高我 和你的灵魂在一起 这样 你总是不会出错 一次次的跟随内在的声音 选择匹配你的最高价值的事物 这是转换到新现实的运作方式 就像你去逛街 会路过很多家电 然后可以选择让你满意的物品 并带回家 但是 其他你不需要的东西 也会有别的人需要 所以 选择你自己的现实 并不会妨碍别人的现实 因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现实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去评判一个好的现实 和坏的现实 只有与你匹配的现实 和不与你匹配的现实 知晓这一点 你们就可以完全只选择自己的现实 不用担心 这是否会不符合主流的标准 因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正如你们所说的 斜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才知道 我是Mira 谢谢你和我一起玩味冥想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欢迎回到节目 你正在收听 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Mira 节目快接近尾声了 我想要点播给你今天的芳香祝福 给你好运加分 香灯療法是来自大地的绿魔法 让我来翻翻 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书 今天我要带给你的芳香祝福是 白千层 好运加分的新作有 射手座 白千层树的高度可达100尺以上 最明显的特征是树皮泛白 而且会像纸片般剥落 她的叶子中年长绿 叶片厚实 末端间细 簇状的白花长成一串串的油如瓶刷 她的原产地是东南亚 因其药用价值而备受珍视 十七世纪时 荷兰的贸易公司将她引进欧洲 并在其后数百年间成为当地人常用的药材之一 如今 人们之所以在种白千层 则是为了提炼精油并取其木材 白千层是茶树的静青 这种精油是用白千层的叶子和细枝 以蒸汽蒸溜发萃取而成 层浅浅的黄绿色 质地稀薄 保存期限约为十二到十八个月 它可能会造成皮肤疼痛 发炎的现象 不可用在六岁以下的孩童身上 白千层有一种类似张老的气味 以及伟带果香的甜美气息 适合和它搭配的精油包括 佛手干 冰香 天竹葵 薰衣草 迷迭香 和白鲤香 白千层由于具有抗菌特性 很适合做成油性肌肤的收敛剂 尤其是在你蒙涨痘痘的时候 如果你是混合型肌肤 可以用白千层和薰衣草 做成颈膚水 白千层精油有助稳定情绪 让你的心情不是太糟糕 也能帮助你在面对人生中的重大变化时 能顺利度过危机 当你很需要心思清明专注的时候 可以用一份白千层 一份蓝椒油加粒 和两份柠檬阔香 这个配方也能减轻精神上的疲劳 白千层精油有助活化奇轮 喉轮和眉心轮 当你冥想或祷告时 它可以帮助你和大地连结 并感到平静安稳 也能帮助你传送祈求疗愈的祷告 在施行蜡烛魔法时 白千层可以增强你追求成功的决心 在户外用餐时 你可以用白千层 柠檬草和薰衣草做成蜡烛 来制造气氛 并防止蚊虫叮咬 如果是在室内 你可以把同样的精油 滴进扩香瓶中 然后把瓶子放在敞开的窗户旁边 当你已经安定或提升了家中的能量时 可以用白千层蜡烛或风水盐 来使能量保持平衡 这是今天的香氛母法分享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远精油帮助你好好关爱自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今天聊得差不多了 对于今天的话题 我觉得啊 工作狂是牺牲自己的疲劳行为 保持充满理念的事业心 做事就会充满活力不会累 带着事业心交朋友 看对方是肤浅的谈论物质条件 还是呼应你的理念 让你自在做自己 基本上就会知道 谁才是志同道合的人 而且任何时候重新换起事业心 找回热情都不会太晚 只要你愿意 就从当下开始 你收听的是完美新世界 感恩有机会与大家在空中相见 今天为你点播的内容 我会陆续发布在我的YouTube和Spotify频道 也欢迎你追踪我的脸书和Instagram 不定时分享给你最新的生活正念美学 一起玩出美的疗愈 活出美丽心情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为大家点了一首歌 祝福你 坐拥一片山头 尽情呐喊对于生命的热情 那我们下次见啰 那我们下次见啰 我们下次见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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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 我们下次见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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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栖 葱葫芳 我们下次见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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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的山林穿雨的小牙 我们相爱在口感 超高高高大 超高高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